我们在优雅的乐生中 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研讨会中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进行都非常的顺利 刚才我们的需要是很明显的浮上来的 我们需要喝口水上个洗手间 站起来动一动 那我们有别的需要可能还没有浮现出来的 比如说12点的时候肚子会叫 那是另外一个需要 那我们在课堂上也会发现学生会有不同的需要 那就是说我们都需要很敏感 作为教导者 作为父母我们在引导我们的孩子跟学生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敏锐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敏锐 我们可能把一堆很枯燥的东西塞给学生 塞给孩子 而没有满足到他们真正的需要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王与长老跟我们分享需要定律 王长老您是unmute 好谢谢各位 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所以这个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刚刚已经听到各位长老他们的分享 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很多时候是需要对于我们一般的所处的一些的环境有更需要的了解 那么也是谢谢这个葛师母这次花了时间 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的很好 那么我个人对于这个 Howard Hendricks 他们这一群的一些的教导者 我称他为他的真正的一些的老师 那么都是有一个非常敬重的心 那么我最早的时候在这个 Howard Hendricks 他的最早的一本 曾经写过一个书 叫做Living by the Book 那么我在80年代后期读到他的东西 那么等到我到了90年代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一个教会 在这个Palau Alto的这个叫做Peninsular Bible Church 当时的Peninsular Bible Church 这个叫做在这个Palau Alto 一个很有名的教学 一个教会 那么他50年1997年 是他50年教会的这个堂庆的时候 特别请了他来 那么Peninsular Bible Church 是1947年成立的 那么对于当时在这个附近 很多不论是华人 对于美国基督徒 都有很多的一些的帮助 那么我当时我就慕名而去 1997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九月天 他们是三天的 三天的 因为他是50年 当年所以庆祝了三天的 这个请了不同的讲员来 他们都是DTS的背景 Dialogical Seminary 所以请了他当时的 Howard Hendricks 他是基督徒 就是Christian Discipleship Center 他的主任 他一直是那个主任 做了很多年的 第一次我慕名坐在他们中间 我当时的想法只不过是想 就是第一天嘛 去反正他们堂庆 因为我并不是属于那个教会的 我就坐他们中间 总是想就是说 就是看看这个 这个Professor Hendricks 长得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坐下来 但是各位你想不想 我那一天晚上 坐在他们中间 我只想说是 哎呀 听一听那个 不怎么样 我就走了 OK 为什么呢 因为是你们教会的堂庆 那么这个美国教会堂庆的话 很多人呢 挤来挤去的话 那我心里想 我是只是visitor OK 所以我就坐在后面 OK 那你相不相信 我坐下来 那一天晚上 从他开始讲 接下来 我三天 全部参加 不但全部参加 我后来也 代表教会 曾经打电话到DTS 到这个 他们的center去 特别请Howard Hendricks 哪一年到我们华人教会 给我们讲一些东西 就很可惜 那是我 98年吧 我跟他讲的时候 打了打电话 跟他的秘书讲的话 他的秘书跟我说 对不起 Professor Hendricks 就是很喜欢来到你们华人教会 跟你们有一些交通 不过他的 他的这个已经book到2005年 OK 他的整个的schedule 已经book到七年的左右 那我说 那就没有办法 OK 所以 所以弟兄姐妹 实在是 他让我看到一位 当时他年纪也不小 不过Howard Hendricks 他已经过去了 他已经回到主那边去了 这只有几年前的事情 那么他真是让我觉得 就是打开了胃口 你让我用这个字眼 我们一个人一生 我们都需要打开胃口 OK 那好 我们下一张 好不好 我们下一张 那么这里 我说 从这个书上 把它抄了下来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给我们可以看得到 主耶稣的教导方式 他有两个的 遇到两个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当人的需要 显而易见的时候 主立刻会满足人的需要 对不对 我举个例给你听 那么他在这个 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 讲到这个 这个 天国的比喻的时候 门徒都听不懂啊 对不对 跑来问主说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那主就立刻 讲给门徒听 这个撒种的比喻 那当然其他几个 并没有明讲 但是你从撒种的比喻 大概也可以 看得出来 他在那个整个里面 两个的比喻 一个是撒种 一个是 麦子跟麦子的比喻 是不是 都是他明讲的 那么从那里面 你大概可以了解到 十三章 他到底在谈什么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主立刻 来让门徒知道 这些的比喻的 这个后面的一些的 隐身的含义在哪里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这边第二个 他说当人不了解 自己有何需要的时候 主会让人的需要浮出水面 然后才满足人的需要 这个就比较有兴趣了 OK 第一个是你到神的面前 你自己 感觉到有一些东西 我不明白 是不是 但是第二个就很 就更进一步了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当人并不了解 自己有何需要的时候 主会让人的需要浮出水面 然后才满足人的需要 也就是说 我不是太清楚知道 我需要什么 是不是 我到主的面前 我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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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两可 那今天你说 葛牧师说 我们需要成长 我们需要 我想说 is it necessary 是不是完全的真是如此需要 但心里面还有一些的疙瘩的话 那或许 我们就到神的面前 是不是 因为主在这件事情上面 它是很鲜明的 有一个例子 OK 我们先看下一张 好不好 下一个slide OK 那不是上面 OK 谢谢 谢谢 不是在上面 再上去 在这里 OK 好 那么 下一个slide 好了 谢谢 那在这个例子 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五到三十节 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刚刚这个高尚老爷特别提到 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不仁谈到的这一段的经文 是不是 那这些的给我们看见 他是在这个 你去看他那个书的话 他是用了几个 刚刚前面几位张老 也有从这个copy 他是从一个一个箭头过去的 他一个箭头过去的 那我把这个是倒过来最底下的 OK 最底下是第一步 最上面是他最后要达到的结果 OK 达到结果 那么所以从最底下 你看抓住注意力 然后第二个层面是什么 引发好奇心 第三个层面是激发认知 然后再下面是浮现寻求的需要 最后一个满足求职的需要 所以弟兄姐妹 一定要达到满足的需要 这是很重要 OK 你去教一门学问 或者是主日学跟弟兄姐妹分享 需要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 来了解这一段经文 在谈什么 并且刚刚一再的几位长老都谈到 一定要谈到应用的阶层 很多的时候应用还不是口讲的 乃是你教导以后 你在弟兄姐妹中间怎么活出的一种的样式 你怎么追求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 那就跟刚刚我或许一开始 都讲了几句话 这个胃口你先要打开 OK 你先要打开 那么这胃口怎么打开呢 有时候你说了 刚刚已经提到 我到主的面前 我不见得知道 我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 是不是 像撒玛利亚夫人就是在这里 那么你去看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很了解的就是 耶稣基督不见得要经过撒玛利亚 因为犹太人不经过那里的 是不是 撒玛利亚城 这是犹太人 这个时候基本上 因为他们的种族不存的关系 所以犹太人根本从 这个所谓的这个犹大帝 要到加利利去的话 不会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不来往 那主耶稣特别在那边 所以是针对撒玛利亚夫人而来 所以很重要 那么但是问题是 妇人只是出来打水 没有要跟主讲话 这就是妙 是不是 所以妇人出来的目的 只是为了满足 他的需要是什么 他就是打水 那他那个水 当然是用来喝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一开始的 耶稣就是说 抓住他的注意 就是耶稣对他 就是撒玛利亚夫人 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请你给我水喝 但是问题是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 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是不是 当然不到彼此相爱 主耶稣就是哇 我以上头来的爱 来针对你 什么 我将来要是十字架上面 然后约拿要三日 是真的 他 eventually或许到那个 他要把人带进来 但是不是一开始就进入这个状况 他乃是从什么 从撒玛利亚夫人 能够被切入点 切入进来 看见没有 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为什么 因为撒玛利亚夫人 那这个东西 水手之变 当然会给你 虽然我们中间 不老死会想往来 不过 不过是 咬一盘水 就给你看 你也渴了 是吧 好 所以他就开始问了 撒玛利亚夫人 就对他说 这第二个阶层 就进到 引发好奇心 是吧 他说你即使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 撒玛利亚夫人 要水喝呢 所以撒玛利亚夫人 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间 我相信犹太人 跟撒玛利亚夫人 不相往来 这件事情 也不是他夫人的责任 这东西就是传统 就是这么回事 搞不好我生下来 就是这样 但是所以他就说 你即使犹太人 怎么会向我来要水 然后再到下一部分 揭发认知 耶稣对他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吃的水 必就永远不可 我所吃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 全员直到永生 这个就很深了 是不是 这句话就很深了 这句话就已经从 一个physical water 从一个物质的水 到一个什么 到一个可以直到永生 可以beyond this life 看见没有 耶稣就已经带出 你可以喝一个 可以beyond this 你的physical life 到一个 所以从这句话 激发认知上面 已经促使这位 法马利亚夫人 看到一样东西 他要的 弟兄姐妹 这就是很重要了 今天你我是基督徒 你要问 我要什么 是不是 我要什么 你说我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 说老师问 那就一切都结束 对吧 那今天你来 当然了 你说葛师母很热心 花了那么多时间 我总是要来给他一个面子 那我就觉得不必要 那我真是觉得不必要 一定是你还是觉得 中间有一部分的需要 接着弟兄姐妹 接着这些长老 他们对你们 或者接着接下来 看见教会怎么兴旺 怎么成长 怎么动力 你需要了解一些东西 是你过去说没有 所以你看到了 你有一些需要 但是今天 我觉得今天整个一天下午 结尾的时候 你要问问自己 你的需要满足了没有 我希望答案是满足了 满足了不是只是满足在什么 满足在知识领域 刚刚杨长老特别提到了 你要应用 所以满足的本身 不是只是知识的层面 是你要能够出去以后 对不对 能够来应用 所以我们实际上 基督徒上开玩笑嘛 对不对 我们都是 这个 我喜欢上山 然后在山上开步道会 开始培灵会 那有时我记得人家就跟这个 传道人很开玩笑 哎呀你这个 哎呀这个 跟这个牧师讲 哇我们这次真是得着很多 那牧师说 对不起 你还是要下山 你还是要下山 你不是在山上永远住 也就是说代表 我们还是希望今天 at the end of the day 有一些需要 你得到了满足 不敢讲说 你所有的需要得到满足 因为今天早上所提到的 是的 老师很有责任 但是你要让我讲这句话 学生也有责任 好不好 我们学生有责任 所以在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是希望 我们有一部分东西满足了 但是足以使你出去 有一些的应用 这是很重要 OK 好 那么耶稣最妙的是什么 当讲了这句话的时候 耶稣突然下面就讲了 那夫人就说 他中间还有一段 我们都 我不讲这个 我只是把他的重点 跟他所谓要这个 Bruce Wilkinson 要带出这几个重点 把他带出来 因为他最主要目的还是 就是给我一个学习的方法 我怎么去approach别人 我怎么去传福音 我怎么去做教导 我怎么样来approach 这是很重要 这是一个 要激发人里面 看见他的需要 好 所以这个 下面一个讲到 上面一章还没有完 他说 浮现寻求需要 是吧 那么夫人说什么 他 我没有张 当然是中间 我把他截掉 因为他在 他里面讲到 他一直跟他 有些对话了 他就是请你 你要你的丈夫来啊 是不是 那夫人说 对不起 没丈夫 耶稣说 赏 你现在是没丈夫 是不是 你以前有五个丈夫 现在你有的 并不是你丈夫 这话是真的 所以耶稣看见了 他是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面 需要来对付的 这一位妇人 里面有一些的亏欠 有一些的罪 需要来对付 是吧 那么所以到了 最后的 满足求知的需要 夫人说 我知道 弥赛亚 当然这中间 他讲到了 怎么敬拜了 那些 因为他最主要 是在讲 这个需要的模式 最后达到了 这个夫人 所需要的 因为夫人 就把水罐子丢了 赶快去 跟人家做见证了 这就是满足需要 是吧 所以今天 at the end of day 你也能够丢下一个水罐子 说是这件事情 我要来对付 像这个妇人一样 或者说是某一件事情 我需要来弥补 也可以的 或者有一些的观念 我需要来更新 这个都是整体的教导 所以主日学 要带出来的 不是只是一个话语上的得着 更是一个灵命上的成长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下一章 好不好 好 那么这个就根据前面 就是这本书 都是这样子 按照有一些的原理 让我们来了解 它第一个 刺激需要在于教师的责任 刺激需要在于教师的责任 所以他是一个神学院教授 Bruce Wittinson是一个教授 Howard Hendricks教授 Bill Lawrence 他们都是教授 他们都是学习的 都是很好的老师 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刺激需要 来帮助唤醒 这个弟兄姐妹 特别他在课堂上 学生所需要的 是吧 那么 我很短的 我也讲一个负面的例子 OK 1983年 我在Stanford念书的时候 念了一门课 叫做Aerodynamics 叫做空气动力学 当时的这个老师是很有名的 这老师已经过去了 叫这个 老师很有名 叫哇 学生都来上课 结果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有一位 有一位这个学生 我不记得 他好像还是美国学生 举手问老师 老师 你讲说 我不是太清楚 我记得当时 Professor 这个Ashley 转过头来 就对那学生讲 他说你连这个都不懂 You came to the wrong place 从那一堂课以后 没有人再敢问问题 那你也要让我 跟你讲一句话 从那一堂课以后 我们大家都是 group study 他到底在讲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我一直这个印象很深 哦 这是很大牌的教授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来Stanford University You know We made a mistake probably 学校 made a mistake 我们这些都不太行 OK 但是那不应该是 老师的责任 看见没有 老师没有 不但没有激发 唤起学生的兴趣 并且从那一刻 学生从此不敢 不敢这个 这个在问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发生在我身上 OK 第二个原理它有什么 满足需要在于 教师起初的呼召 真的说老实话 为什么你要参与主日学 为什么你要出去传福音 为什么你要出去传福音 因为你觉得那个 在你生命上起了作用 是不是 难道我们这么坏 对我来讲是负面的 我要把人也拖下水 以至于我出去传福音 不会吗 是不是 不可能吗 所以一个成为老师的 A teacher is always a learner 一个老师永远是学习的 If you don't learn you cannot teach there's no way you can teach because you don't have any content in it 你没有办法 交出一些东西 是影响人的 刚刚前面一再提到 宋长也用了这个字眼 所谓的生命 影响生命 葛牧师也在主日讲到 也时常讲到 这些的字眼 If you don't learn If I don't learn 那我的生命就不会成长 那一定就代表 我没有办法出去 能够跟别人分享什么 because there's nothing to share 因为你没有办法分享 所以注意到 我们时常讲 口头上 哎呀呀 弟兄 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但是更重要 有一个深更深的层面是 最近你在主里面的突破是什么 你在主里面的学习是什么 你在主里面的领受是什么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to preach Are you ready to share 对不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很难找到弟兄姐妹 出去传福音 因为弟兄姐妹 实在觉得很枯燥啊 你叫我去大华 发单张 发单张 It's killing me 对不对 不是说我不觉得 那个是对的 千万要注意 不是说我不觉得 那个是对的 我们当然都同意 那是对的 基督徒一定就同意 那是对的 但是我没有东西 跟人家分享啊 对不对 我里面有一个苦楚啊 我没办法跟人家分享啊 为什么 因为我里面没有得着嘛 弟兄姐妹 你我里面要有得着 才能够里面有一些东西 能够跟人家分享 而最妙的就是这个东西 当你有一个意愿 永远是先在主的面前 有这个立志 说我愿意在神面前来维生 来有所学习 就等于今天一样 你立志要来参加这个课程 那你的心意 一定被主纪念的 你不会没有得着的 为什么 那是心意的确定 那好 第三方面 就是当你得着了以后 你出去要有所应用 那是什么 那是心态的表露 你懂不懂我意思 你在神面前一定是三步 一定是先立志 再有有心意 一定是有心志 再有心意 最后你的心态会改变 以至于你能够有所学习 并且得着 并且出去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只不过是一个 It's an action 它是一个自然的表露 它是一个你生命力的反应 对不对 保罗在罗马书 这个哥林多后书 一再提到 基督的荣耀是在你的反应出来的 在你面上反应出来 你是反射足的荣耀 你自然是很容易出去 来传讲神的福音 所以我们需要来满足 弟兄姐妹的需要 但是首先我们自己需要 能够达成 好我们下一章好不好 下面就很快 我不希望浪费太多的时间 这些大家你就知道 我们需要来深度的思考 我们需要按财思教 我再次很简单的跟你讲 也是我的一个例子 当我这次读了这个书的时候 我一直struggle 半夜醒来 到底我要讲我的例子 还是讲书上的例子 后来我自己的思心还是很重要 所以最后我还是讲我的例子 我在德国的时候 在这个Biroid 有一个学法律的 在德国学法学博士的 他来 他们说王老师 这个学生很难处理 每一次礼拜五晚上查尽 总是给一些 大家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王老师来来来来 这个学生你跟他聊聊好不好 我说好 那学生很简单坐下来 他说听说你美国来了 我说是啊 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 总是很感人 很喜乐 他说好 他说你们说这个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对啊对啊对啊 我说你对这个都还知道 那很好了 他说如果你是你们所信的是无所不能的神 他们能不能够做一个笼子 把自己关在里面 出不来 哎呦怪怪 这个题目来考你 是吧 哎我说 我说这个某某谁啊 我说啊好 我说我真是谢谢你 我说因为我的背景啊好 就是学这些东西的 OK 我当时论文中间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是四十几个理论 OK 都是theorem 而且我说我退休的时候 那时候我快要退休了 我说我快要退休的时候 我在research gate上面发掘 三十年来有一百四十多次被人家引用我的论文 好 我等一下会跟你讲 我为什么这样子跟他讲啊 好 我说你的这个 对不起啊 我说你这样子的好不好 我们来 我们来证明一下你的啊 我说你第一个 你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无所不能的神 这是第一个 谢谢你啊 好的 我说你是无所不能的神 对的 王长老好像被谬掉了 请王长老开一下麦克风 好 我最后很简单的跟你讲这个 你大概了解一下 OK 他就是怎么讲 这个 我说你说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这是正确的 OK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建 他会弄了一个笼子 把他关起来 但是我说你的答案是他出不来 但是他出不来 他就不会是无所不能的神啊 我说你看见没有 你的假设错误 以至于你的结论就错误 OK 然后我就从那一边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真是为你担心啊 如果你以这个态度来的话 你可能一辈子找不到神啊 OK 你离那个门已经非常近了 但是我为你祷告 OK 他从那一刻开始 他慢慢被点醒 这弟兄姐妹 我一开始讲这些东西不是用来标忘我 但是他是一个缺法律的 他里面一个非常骄傲的灵 我必须要让他知道 坐在他面前的 能够跟他提醒这个的 我们也并不是 无知小明 以至于 这个成为这个被这个人家所糊弄的 来信主的 那这样子一个 他慢慢被带回来的时候 你就看见英才诗教 好 我就停在这里 因为这个这个 我们时间有限 我不愿意 好不好 OK 好 那么有机会你就把这个 我相信这个 葛师母可以给你这一套东西了 你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最后的达到的目的 还是要能够来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 你在神面前多祷告 你自己有学习的性质 圣灵会来带领你的 好不好 OK 我就停在这里好了 谢谢王长老这么美好的分享 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开我们的胃口 也开学生的胃口 那饿的人才会想吃饭 我想等一下到12点大家都会想吃饭 那在属灵的学习上 我们也需要求主给我们饥渴 饥渴沐沐浴的人必得饱足 那我相信所有的老师都是得着最多的 因为做老师是需要先饥渴的人 他需要有更加倍的时间来预备跟学习 来成长 那就像刚王长老说的 我们一定要东西才能够跟别人分享 当我们什么时候停止学习的时候 就是应该停止教学的时候 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里面 最年长我们敬重的赵老师 帮我们分享装备定律 也就是